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杨凯组 看完他们那个舞台 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舞蹈很炸 杨凯组成员 杨凯 Elemon Juna KenKen 杨文涛 Cece 波子和巴里斯 Cece 加油 好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让我们一起梦回三国 哦 看完 好 我来听一下 是不是 没想到 选了一个另外一首 没有听过的中文说唱 我明明是一个跳Breaking的 突然让我去做一个编舞师 所以说我选人的时候 我首选就是选了 四个安全的编舞舞者 我希望让Elemon负责画面 涛涛负责来整理统筹 整个这个编舞的一个框架 Kan Ken 来出舞蹈的动作 这个组合一选进来 对我来说我非常有信心 几岛 哈哈哈哈 对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先把一间一面的东西 我们先把整个框架全部拉出来 拉出来完了以后 我们根据每一趴现在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再去修 这样可能会更快一些 我们可以先把整个片段拉出来 因为这样我们会大概知道 我们每个片段里面会比较薄 每个片段的东西比较好 这是我们一般参加比赛 所以经常用这个方式 一件一件一件很漂亮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自己 我感觉到这种不同 我们也喜欢做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起来 开始到结果 我们会感到很害怕 和焦点关系 当时我们编到一半的作品的时候 出现一些编舞思路的分歧 就是编不下去了 参加比赛 有意思 这个就是年的第一次磨合嘛 这个时候就需要 我当队长的这个时候来调解 而且这次的主题是跳我们中文歌 诠释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 一次呢 在非常紧密的编排的期间 我大胆呢 带大家一起去吃了一顿 正宗的四川火锅 那个蜀的字叫蜀国 蜀国就是 那个歌词里面 那个人物的程式 很高兴呢 那个火锅店 太适合我们的这个主题了 一进去 就是这首歌的歌词 温九的舞猴 这是跳的比赛的歌词 那个将军就是他 啊不是的啊 里面有一句歌词叫 温九攒画熊 就是打仗的时候 他在城市里面去攒画熊 其实人头回来的时候 那个酒还是热的 这就是那个将军非常非常的多 oh let's go 来我们随便找个位置坐一下 哦 啊 一个是辣一个跟辣是吧 没有那个不辣这个不辣啊 ok 那我们开始吧 来开车 没有什么事情是拿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请你吃两顿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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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次吃饭的主题 最最重要是跟巴黎师和堪堪他们边吃饭 我们边聊一下关于三国的这个我们舞蹈的构思和一些想法和主题 对 对 哈哈哈 这太炸了三国演艺 这是我们中国拍的第一个三国的片子 哦这个 那 第一个第一个是诸葛亮 楚国的军师 就有点像是肯肯一样的编武师 哎 这一次秘密 嗯 还有 曹操 曹操 曹操就有点像是 对面的 带的boss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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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们的对手吧 对 对 关于 这个歌词的名字叫赤兔就是这个将军骑的那个马 是当时最快的马 就有点像现在的法拉利 法拉利 哈哈哈 我们 可以做做一个三国里面有一个battle的一个环节 就对方的有点像我们对方出了一个招 然后叫草船借鉴 那你それ 这个比喻是一个船 楚国没有武器了 但是他想了个办法 他在过去的时候 对方以为他来来来来人了他这个船 但是他里面没有人 这个是假人 放在上面 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关于我们这首歌的一些历史和歌词的预议 不然他们真的不知道 只知道这首歌的节奏很棒 然后 转过来 come on 他拥有了这么多的武器 然后再去杀回对方 然后再去杀回对方 可以 聪明 好 我希望大家改善自己的地方 我也想表明自己的感受 我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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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七 八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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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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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 都是他們兩個的 配合 我覺得可以跳一段起舞了 嗯嗯嗯 好 摩托大地回歸 蹦蹦蹦蹦 好 不太快 就變得輕鬆 然後練習得很深 一 二 三 沒有想到 大家會在這麼短暫的時間 而且大家不一樣的舞種 能完成得這麼的好 我們認為我們要做的 不光是要贏掉對方 而且是要做一個全場最雜的焦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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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 贱贱贱 啊 哦 哦 不可能下台 嘿 持图停不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 妈尾 employees 这个可以啊 马尾巴了 马尾巴 这尾巴血了 马尾巴可以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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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那是一切的爆炸 那是很清淡 结果结果是一种猴子 和Juna的髮型 那是在前面的挑战者 这真是聪明的 这真是聪明的 很不错 看完他们表现 觉得他们那个舞变得也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画面啊 然后包括他们的运用啊 杨凯航做一个倒立 然后所有人就把手和脚这么立起来 我觉得那个画面 轰突然一下 还挺棒的 我的天哪 哇 这才第二首歌 我觉得这个作品特别的好 短短的一分钟 然后编排的很有层次 然后很好地运用了两个bby的一些配合 然后整体的swag的方面也编得特别好 然后而且整个队型 包括最后的那个马尾辫这个设计特别好 我很好奇那个最后那个动作 爬上去的那个 那个是谁想的 这首歌是关于有三国的这些历史的这些桥段 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吃一个火锅 然后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聊 然后聊一些关于这些三国的历史的这些 这些桥段啊和这些文化 后面我们就在一道菜上面拼凑 然后最后的时候就觉得 Juna的那个辫子 大家都觉得很合适那种抽象的这种艺术化 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出来了 这个火锅的事情很有意思 这个火锅的 我们本来去那边吃火锅 他们说我们要看这个中国的文化 我说了我在中国已经七年了 我知道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我们去那边 然后在那个火锅的地方 我们真的发现了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这个给我们多灵感 因为我们中国餐厅 特别是火锅店 现在都是会搞一些非常奇奇怪怪 花花哨哨的这些菜品的这种造型 我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也许这是舞蹈真的是来源于生活 你看这这这道菜其实就可以想一个 嗯有点像我们的背上这个刀 我们这个圈就这样子吧 啊那圈这样 这个就很好这个正 那这个正法摆到我们的舞蹈里面对 对吧 因为跟他们讲草船借鉴的这个感觉 他们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们就突然之间看到一盘鸡 现在摆了一匹马 哦有点意思 哎挺像的也还可以 哎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 我们八个人在排练的时候 能不能像这样的去处 就像这个鸡一样 我们可以煮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一起做律动 像匹马 然后慢慢往前夺那种感觉 对啊 哦这个是 搭起来 吃火锅可以可以出成这种这种舞蹈 对不对 在成都就是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 这个编舞真的编的好 这谁编 谁是主编这个舞蹈 这个舞蹈 King King 来自日本的King King 这个编舞鸡腿要加十个 哎呀 哎呀 太炸了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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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的编舞师也超级多啊 对 除了King King 还有十一 然后杨文涛 CC Juna也是编舞师 哇 这编舞师扎堆啊 我知道了 这个舞蹈的成功观念 第二个是编舞编的好 第一个是选人选的好 队长的功劳 对 对对对 可以可以 结果之前我特别希望能看到这些国外的一些编舞师和中国的一些编舞师能融合的会出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这个是真的看到了 真的挺棒 很棒 很棒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EBOOKIE组也请回到舞台当中 这个很难了 两个作品已经表演完毕了 难题来到了四位队长 你们要在两组当中进行投票 我们的主考核队长王一博最后投票 同时你有两票 那我们先 既然一星已经把脸挡住了 我们就从 韩庚队长开始吧 好 真太难了这个 好 加油 加油 好 我个人更喜欢 这一组 一票 一票 好 谢谢 谢谢 小龙那一组呢我觉得编排特别的棒很巧妙 反正大家的所有的气氛甚至每一个角度大家都会利用得到 单独去看他都会有一个画面在那里 马小龙马师真的是还是 厉害的聪明 好 来吧 哈瑞 这个很难 因为他们的音乐都 这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 他们两者都把这个音乐都表达出来非常好 但是呢 我 这一次 你们这样看着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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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样把一个相机放到这里又看到他们三个这样看着我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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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你是因为你可爱 啊 啊 啊 我有压力是因为你们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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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哈瑞的中文很好啊 双压 啊 来吧哈瑞 我我这一次 还是觉得啊 这首歌表达的比较 比较丰富的一点是 啊 这边 阳台组恭喜 获得一票 最印象深刻的是 啊 头发做那个马尾巴 真的 哎呦 嗯这个编 编排太棒了 好 那没办法了 这个作品他 我的这个投票他主要不是说我不爱 这一组的队员们啊 不不老师们啊 我选这个边 阳台组两票 我觉得那个赤兔绝对上不用再想了 就各方面表现的完美 完美完美啊 啊 从选人到编排真的太优秀了 就是优秀二字 现在王一波队长作为主考核队长你手中有两票 啊 啊对我讲一下两边的编排真的都特别的好 就是从队形然后故事然后以及一些各种的设计啊什么的都特别的好真的 所以接下来的一票可能属于我自己的个人喜好票 选择这边 对 恭喜阳台组全员晋级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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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的奴隶真的没有白费 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一次非常开心的大家特别喜欢的一次作品 最重要的是全员安全 谢谢 谢谢 一波 你还有一个难关要过 除了Ibuki之外 在剩下的队员当中你需要挑选两位待定 以及一位直接淘汰 我现在直接给吗 这么残忍吗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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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队长 首先你要公布待定的两位是 小五 杰森俊 对不起 小五 杰森俊 你们现在带定 还有一位可能要直接淘汰 好 对不起 树越 所以小岳非常遗憾在这个单元我们只能告别舞台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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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关系 没关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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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无论结果如何 回到舞蹈本身 然后一直保持一颗学生的心态 然后一直保持进步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一直很坚守的一件事情 所以Ebuki 之后 你可能要进行一场比赛 小五 JC俊进入带定区 谢谢 谢谢 �� 我们上次忐公分 董次连舞 看到了吗 看着 你这一组要淘汰的话也很难选 全是压力